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每個星期一次的三元視野 我就是Terence,除了我之外,還有另外兩位好拍檔,就是JP和Metta 每個星期我們在全球的金融市場,包括美股收市之後 我們三個就會聚在一起跟大家聊一下,今個星期有什麼最熱的話題,有什麼值得大家留意的 兩位白檔,又過去了一個星期,今個星期的話題真的多到不知得了,真的很厲害 很刺激,昨晚又連續兩個星期五都跌了九百多點 如果投票選擇的人應該都一天輸很多,一天就贏很多 還有很多新聞,待會我們逐個去說 不過還沒說這件事之前,我要有一點點跟Metta追蹤 就是上個星期Metta就說了其中一個樓盤就是拍龍 好像說堆了出來幾個小時就三百多伙都全部馬上賣光,很厲害 幾個盤都賣得很好的,那上路站拍龍就賣得很快 雖然做開芳牛,平均尺價是一萬六千多,一萬七千元 那除了這個之外,啟德這個Marini賣兩萬六千多元 那第一張價單,其實首日都差不多沽清的,就是三百多伙 那一樣是很好賣的,那見到其實那個市況呢,無論一手還是二手都開始回來了 那昨天公佈中原投價指數,那其實都見到又升了 有一點反彈 是的,有一點反彈,就是升了兩百多伙的了 那距離高位不是差很遠的,距離高位應該一九一點,差五個百多伙 那而且這個數據是最後兩次三個星期的 那所以我們都預計,其實市應該就越來越旺的了 不過Metta,我一樣東西都想和你講一下,你基本上上個星期就已經講了說 就是那個樓市的成交量會衝上來,第二季應該會可能補回第一季那種慘膽,樓價又少少回升,這樣 不過我就有些人,就外面坊間都傳得很行,就說,那會不會這些是虛火呢? 大家最近都這個字很熱,這兩天,什麼虛火呢? 其實會不會香港樓市都是虛火呢? 現在特別有一些,就是那些一向都那些末日派就說,喂,會不會好像隨時跌二三十個percent 因為大部分人都在怕,會不會好像03年SARS之後,那或者98年那時候負資產很慘 那你就比較向好的,你對這些,就是這麼末日論怎麼去回應呢? 我想從2008年開始到現在都每年都有人說的,錯到現在都沒有修正的,其實這麼多個 其實上網也有一篇搞笑的文章,說03年到現在其實,基本上你每一年都會有一個藉口去說服自己不買樓的 無論是03,04的時候,跌到淘大花園只有50萬一層樓,你都可以說服自己不會買的 那所以呢,你不買的人永遠都不會買的了 那現在的市,就是客觀一點來說,跟03年98年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那個背景都有,起碼三四點是很不同的 那第一點先,我們上次說過了,供滿樓的人的比例是已經很不同的了 當年呢,97年呢,很多人炒樓,一個人炒幾棟樓的 那時候呢,其實就沒有TU,就是沒有環境信貸的 那時候借錢呢,就很簡單的,你跟一家銀行申請原貸款呢 也都可以跟另外四、五家銀行再申請的 因為它,大家都是打不通的,那個資料信貸庫 所以它不知道你,根本是有沒有跟另一家銀行借貸貸的 那所以那時候呢,好像一個人炒三、四間嘉雄山莊 那其實基本上,它一跌下來,跌一點點的時候 它根本就一不夫之的 那但是現在呢,其實你看金盤局是收得很緊的 就是比起外國其實都很嚴謹的 是近期可能有阿波叔計劃之後 才說放鬆一點點 那以前你其實過去一千萬多樓都只是可以供到五成 那變相呢,其實現在大部分人呢,三分二的人已經是供滿樓了 就是香港的業主,而未供滿的人呢 它的按揭比例都是大約五成 五成左右的而已 那即是其實基本上呢,因為供不到樓 而要賤買樓的人呢,就很少 就不同九七到03年的時候呢 很多人說要搞不定啊,一失業就要樓價跌少少 又要負資產,又要賣,又要燒炭,又要等 就丟掉所有的樓出來 那其次呢,我想看一個利率 利率都已經不同了了,現在就是二十年之後 現在我們的利率在說 香港的HIGHBALL加1.2多啦 計來計去都一點,一點多厘就有得供樓的了 那就算你說美國,美國那加幾次息 加來加去都是兩三厘而已 那你就算香港照相,都是兩三厘,三四厘 那跟當年九七年,那時候去到九點五厘,十點五厘 根本就沒得比的,就是你計算過利息那部分 已經是差很遠的,那這個呢 也都是,就是為什麼說現在 比起當年就穩陣很多了 那第三呢,我們看回銀行的結餘 其實銀行結餘呢,現在香港 就是平均都還有三千多億這樣 那整個金融體制都是一個很穩健的狀態 那跟以前就是只有幾百億,等著利率又高 等著一有什麼事就抽升到隔夜利率可以去到三百多 那其實這些事件應該就很難再出現了 那所以你說如果銀行結餘兩三成 除非有些很激烈的天然災害,或者軍事衝突 就是無端有一個核彈飛過來 如果不然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機會會在 短期內會見到這件事發生 這個禮拜真的太多東西,所以一定要轉動 不如讓Jonathan,JP,講一講 今個禮拜全球金融市場發生什麼事,好嗎? 好,快快脆脆地講一下 講到美股先,美股其實整個禮拜跌了3% 那NASDAQ跌了差不多4% 3.8% 那其實呢,最主要跌得最厲害的是 昨晚星期五 星期五 是的 那有沒有說什麼最主要的原因呢 其實呢,可以說不是任何新聞去主導任何東西的 就是可能之前兩個禮拜講過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那美股又跌得很厲害,但反而呢 恆指和國指還有A股就升了很厲害 恆指一個禮拜就升了2% 但是,單單在星期五就已經是升了4%了 那最主要都是因為習慶平又有說 就說會中概股開始應該不會再有這麼大的打壓 那就有一個強烈的反彈 那究竟會不會之後可以繼續升上去 都有點難說,因為其實始終都是說了多個做 那實際上會做些什麼出來都是要慢慢提 那其實你看恆指和CSI300 其實都有一個在嘗試沉緊底 那如果要看看會市呢 就是這個禮拜再看看會市 其實人民幣這個禮拜跌得都幾多 又跌到6.6的水平 還有其實這個多了,日元 日元就不用我講了,大家香港人就更清楚了我 那都是因為BOJ又在那裡出口術 然後就說會無限賣 基本上講回,因為講回這個中概股那裡 那句說話應該我照讀給大家聽是這樣的 那個會議就是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那習近平就有主持 那接著會後你看很多公佈 他都有一句說話,全世界都說的就是說 完成平台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 出台支持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 那所以很多人解讀就是說 對這些所謂的電商網上面的經濟整頓 大體上面應該完結了 那所以他就說 就搞定了,現在就實施這個常態化 那所以你看看那些 全部阿里巴巴,京東,那些全部,騰訊 那些全部就馬上一聲就飆上來 那我覺得這件事值得再 再聊一下的 不過在這裡就不如講一下這個禮拜 大家有些什麼進入這個最熱的話題 其實因為太多話說 不如就由這個 禮拜頭開始講起先好嗎 就是禮拜頭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Elon Musk就收購Twitter成功 那整個交易呢 就基本上應該就是要440億美金的 不過我都很有興趣 就是這440億美金呢 就其實他自己要掏多少錢 錢包出來 是不是440億他自己掏了呢 那收購Twitter就440億 Twitter的股東都很聰明的 就是總之我收到現金就最實際了 那你就馬上給現金我收購了 那這個交易就分三個部分的 那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究竟Elon Musk要拿多少錢出來呢 他要拿的錢呢 就是21億美元 就是210億美元 Elon Musk如果本身 如果你說210億美元對他來說 就很少而已 對他身家 十分一吧 他2600多億身家 十分一不夠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 他一向是沒有什麼現金的 就是你看他交稅 都要這樣推銷Tesla去交的 那所以呢 就令到一些人猜他 就要不斷賣Tesla這些股票 那現在呢 後來他就公佈了 4月26號那天呢 就原來已經賣了400萬股票 就是他就套現了大概40億 那距離他的210億呢 就還差170億的 那這170億呢 就是我猜他呢 就還會用一些手段去賣自己手上的 包括Tesla 還有其他的股票的 就是雖然他說可以找到一些 那些partner 或者朋友一起去交 那但是你210億 沒理由自己出40億 然後那些朋友出170億 我覺得不可能 就是你起碼都出一半 那你出一半的話 那還有70億 那70億在哪裡呢 他把口就說已經不會再賣Tesla 實際上他可能用其他操作 去套現一些部分的股票 還有不要忘記 那40億 賣出來的40億 還沒計算這個capital gain tax 就是他其實還實際 落袋的未必有40億那麼多 就是那個收購價是440億 那減了210億 那還有230億 在哪裡呢 那第二部分就是125億 就是他抵押這個Tesla股票 是要問幾家銀行財團借回來的 那些人就算過了 他那個抵押那個比率 大概呢 Tesla股票如果跌到600多元 他就開始爆倉了 那所以呢 就可能有些人就開始想 嘗他落到600多元以下 那傳聞 Bill基也是其中一份子 負責沽空的 就是講開這件事 Metta 就是說那樣 他要用股票抵押 我不知道這個是多真實 不過我看資料 就說 IlTV 零抵押的就是20% 那就是說 你借20萬就要抵押100元股票 那你如果你借125億 你差不多要抵立600億的Tesla股票 那我又問那些行外人 因為我自己不是融資專家 他們說其實20%LTV都不是那麼罕見的 特別你如果用單位名字來壓上去 還有你基本上你看Tesla的股價 其實他們都覺得不是很不理解 其實如果他是要壓多少股票下去 這不是開玩笑的 那第三部分就借錢了是吧 純借錢第三部分還有130億是吧應該 是的第三部分正當那些普普通通 就是那些借錢 以他的生意規模借百多億 這個就正常的不難的 我看過利率都很不明白的 就沒什麼特別 但是我真的想一件事 其實他自己又要自己拿 最少我想他最少銀河包都要銀百多億 跟著又要銀這麼多股票 其實他都幾薄的 我覺得他這招 如果純粹從商業決定來講 我覺得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就是說純粹是為了賺錢 這麼薄又擺這麼多股票 然後自己又銀這麼多錢 其實你自己怎麼看這個交易呢 大家兩位 他就想一向快人十年八年 我當年他可以賣走PayPal 就做Tesla SpaceX這些其實 我也覺得 當年你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他可以 他要這麼多錢不要 走去燒錢 怎麼知道原來燒完之後變成首富的 他究竟是為了一些人類的福祉 自己的野心 還是為了錢呢 那就差不多了 那我更加不會有他的智慧去 想著他在做什麼 那如果你說他個人 我純粹個人就覺得 你說他個人是不是真的很宏觀 就是很偉大 說想要言論自由 很偉大那種人 那我看過那些研究說 其實他的同理心就不是很高 就不是為了那種什麼 什麼世界free speech 開放的平台 要這個全什麼人都說到話 你覺得這個 都未必是他真實性的 不過我自己也想問多兩句 因為很多人就說 現在很多人說 他賣了之後 會不會解封Trump Trump的帳戶 因為最近 我的同學 有些朋友 挺活該的 Twitter被他買了之後 很多日本AV女優的Twitter 本來被封了都好像解封了 所以每個人都會不會下個解封就是Trump Trump 其實你自己 文觀地來看 你覺得其實在一個互聯網的世界裡面 就是這種 完全的free speech 或者extreme的自由度 開放出來 你什麼都可以說的 其實你覺得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這個 假設他真的有這麼偉大的理想 其實你覺得 大家都一直玩這麼多互聯網 你覺得是一件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特朗普那個 我想他應該已經會解封 不過特朗普就說 不會用 就算他解封也好 反而我看到 不知道中國外交部 不知道哪個發言人 說希望他可以解封 Twitter對中國官方的敵視態度 這個 我就熱切期待了 不過這個就引申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才所說是對的 就是 究竟free speech 以及這些 所謂的 假訊息 仇恨訊息 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呢 這個 如果以Elon Musk的理念 就是 就不管了 總之所有東西都可以說出來 世人自有判斷 這樣 但如果以一個商業角度來看 如果一個平台 是 純粹什麼都可以擺出來的話 其實過往有很多 forum都是這樣的 也都有很多 即使你近代 即是有很多現在的 蜘蛛幣 或者Blockchain 其實它上面那個 大家交流的時候 都是 有free speech 什麼都可以說出來 但很多時候 就會整個平台 最後會變成一些 某些議題上面 會變成一些麻戰 然後大家在那裡 九二九千就變成了 純粹一些人身攻擊 這樣 那所以 就是 你的平台有沒有一些機制 是可以令到一些 沒有什麼意義的爭拗 可以 不要掌握了整個平台的專注力 令到一些是有意義的一些 discussion 是可以多些人關注 我覺得是 這個是一個重點 即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情的話 就會令到 會倒閉的 會 是的 那些人開始會離棄那個平台 即我玩得社交 我都想輕鬆一點 那你上到它全部在那裡 打打殺殺的 那其實沒什麼意思 我自己是比較悲觀的 即我 我因為我以前 就說 其實 真的 什麼都開放了 什麼說得 那就好 但我發覺最近 有幾樣東西 都 這幾年 都改變了我的看法 就是 當你在網上 你是什麼都說得 但是你什麼都說得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代價 那你就好似 Metta 我講 很多很仇恨 很人心攻擊的言論 就出來了 結果 我就覺得其實不是真理越變越明 基本上最後就好像撥庫罵街 大家在咬來咬去 結果最後就什麼都達不到 結果大家之間 群體之間的仇恨 反而加深了 我覺得 我絕對贊成的 即是沒有理由被某一種聲音 在一個的社交媒體 那個輿論去擴散 是不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一個 絕對的自由言論 但是沒有 一個共同尊敬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極度危險 我自己覺得 因為最後就好像Metta這樣說 結果吵架收場 很多時候真的吵架收場 因為那個價錢太低 我說句粗口 我罵你 我舉了手指 沒有所謂的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我自己的隱憂 JP你最近都沒有出過聲音 今集 就是他怎樣買 他喜歡買就買 但是反而我唯一有意見的 就是究竟管理員會不會承認 就是我 這個是反而最大的變數 錢反而是另一回事 就是錢其實很簡單 反而最大最大的變數 在這件事裡面 是究竟管理員會不會出來 會不會承認 現在其實市場看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覺得不會的 但是我通常就比較喜歡做一些反對的東西 就是大家覺得不會的話 其實才有機會的 好 好 那我們就跟著看一下他 時貸發展 還有真的 是不是那些帳戶 是不是全部都開出來呢 這樣 講到最後 那麼 今個星期 就當然正說 currency 也要講 不過 currency 就很難 在幾分鐘裡面講 不過最後都想講講 就是 正說 Jonathan提到 星期五 中概股 就是 又不可以說 V型反彈 都幾大的 就是 幅度的反彈 其實 你後視大家兩個是 Metta 就很明顯 對美股比較悲觀些 那麼 對中概股 你覺得 是不是已經差不多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看 我就特別都 就是 逐字 逐字地看 那些新聞稿 講些什麼 那我發覺其實他 都有很明顯 一些位置 都講得幾明 是會出力 會支持的 就是特別是 譬如說 這個平台經濟 其他東西 唯一他都 死守著那條線 都是兩條線 第一就是清零 第二就是 就是講這個 住房不炒 那麼這兩條線 就很緊的 完全沒有放鬆到的 不過他就說 在措施上面 作微調 各方面的東西 希望可以 就是將那個 傷害減到最低 那麼 但是整體來說 你覺得 是不是一個 開始 turn around 的point 因為我覺得 這些措施可能 會越來越鬆的 因為 如果那個疫情 越來越厲害 他是一定要 靠幾樣東西 他都講到明 基建 說到內需 這些東西 他一定要靠這些局 上去 大家 覺得有沒有 小小信心回來 還是 又是虛火 呢 所以最近 都經常說 是不是虛火 呢 虛火 我真的要看他 會有什麼功課出來 還有其實 始終 你要看局 的話 因為你要去實施到 住房不炒 但是 你有無故人 放水的話 那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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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 一定要去炒樓 那裡面 他們怎樣去想 令到 放了水出來 那些人去炒樓 去炒 那些東西呢 如果在未來 一兩季 就是真的 是紋根開始鬆的 那 其實是 會 會見到 有曙光 但是 是不是現在 真是 最低最低呢 暫時很難說 但是 風向都 開始慢慢 有轉 其實 所以整體來說 我就贊成 最壞的時間 應該都過去了 從政策上面說 但是 他放寬多少呢 還有 放寬了之後 究竟 商業 普通人民 各方面的市場 什麼時候的信心 翻回來呢 我覺得那個 仍然是一個 未知之數 就是現在這個 我覺得 星期五是一個 少少少 好像 你踢一踢 就彈起來 但是 真真正正的 實效去到哪裡呢 我想 真的要 起碼過了幾個月 等疫情又 定了一點 的時候 才看到實質效果 是不是真的可以 每樣東西都找得住呢 一方面又要穩住疫情 要清零了 然後又要穩住 經濟增長 又要穩住 就業 又要穩住物價 我想 在一個 這麼複雜的地緣政治 這麼複雜的經濟環境 裡面 是不是可以 做到這麼理想呢 那 決心就是有的 但是實質效果 我仍然是有一個 很大的疑問和問號 那 Meta呢 說回 用中超去看 我就 看看有沒有啟示 因為這個局 都很難看的 最差的時候 去年10月的時候 因為上一季完了 16隊中超 那時候 11隊是地產商為主的贊助 那麼最差 就是恆大搞了一堂事出來的時候 最差的時候 就說 有機會 起碼有七隊球隊會散班 就是16隊中超裡面 有七隊球隊散班 那很驚人的 如果16隊有七隊散班 跟同一個國家 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真的經濟很差 那結果呢 現在今季 2022年準備開樂 那我看到 有沒有發生 就是散班的應該都是 好像一隊而已 那16隊還加多兩隊 現在今年有18隊 就是有多兩隊肯升班 那總共有18隊 一種地產商 本身說全部不行 那些什麼 什麼華夏幸福啊 綠地啊 全部 六成啊 然後廣州富力啊 甚至乎恆大 都還在那裡 就是還在那裡 贊助著 雖然投入金額 少了很多很多 但是 至少它都還在那裡 每隊球隊都還買到幾個外援 就是沒有以前那些那麼貴 那我覺得 就是最壞的時間 或者已經就是過去做了 就是 比如 比如你看到上海上港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記不記得以前 車路士有個 巴西角腳叫奧斯卡 那奧斯卡 還在上海上港 就是都還沒走的 那踢過萬聯的費難 都還在山東老林 就是今年 原本大家都以為 他們兩個一定走的 誰知道 到現在開季又會去註冊 那看來呢 那個情況又未必 真的差到這麼交關 那 還有 如果你說 你說科技股 其實我覺得 如果這些科網股 大陸的科網股 已經真的跌到很便宜啊 那 你再跌的空間也都不大 那加上呢 就是就快暑假 就是又有一批畢業生育出來 那你其實都不可以打壓得太厲害了 如果不是又 失業率又高到時候 又引申其他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 暫時會 就是 稍為會 會磨了之前 一些很負面的悲觀情緒 好了 今個星期 真是內容太豐富 又超時了 那麼 我們還沒說 這些 這些 會市啊 各方面都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觸碰 不如 最後有沒有些事情 想 final remarks 說多兩句 那麼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謝謝兩位 那麼我們下個星期 美股收市之後 約定大家 就再來談過了 好 再見 拜拜